嘿,你好,我是舒杰 今天在喜马拉雅商城向你们推荐我的新书《哲学一百问》 在过去接近三年的时间里 我精雕细作上线了这档面向大众的零基础哲学课《哲学一百问》 目前,前两季课程的音频讲稿已经成书出版 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或许对于没有基础的普通大众来说 都曾遇到过这样的困惑 想入门哲学,但不知从何入手 面对浩瀚如海的大不投哲学著作 该怎样找到切入点学习呢? 想入门哲学,没有人引导,根本摸不着头脑 那么针对大家的这些困惑 我策划了这档《哲学一百问》 为大家解决了这一难题 为每一个想入门哲学的朋友 打开一扇通向哲学的大门 《哲学一百问》两季新书 为你系统阐述了 从古希腊到现代阶段的哲学史 通过学习 五十六位顶级哲学家的智慧精华 系统书里两千五百年《哲学史的进程》 图书也配备了一百张精美的逻辑思维导图 帮助你更好的理清思路 提升逻辑思维 总之 《哲学一百问》将引导你进入哲学大门 你将领略到哲学家 关于生命 欲望 孤独 痛苦 存在 死亡 幸福等话题的探讨 通过哲学来学习 你也逐渐探寻到一个未知的自己 你也将更加认清自己 认清这个世界 或许很多普通大众会有疑惑 学哲学的意义究竟何在 为什么还要学哲学呢 哲学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 我想说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关于哲学的修行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进行思考 当你思考时 便是在进行一场哲学的实践 可以说 哲学会教会你我如何思考 以及如何看待世间的人事物 哲学能提升你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会被一些表象迷惑 我们看不透真相 自然就会陷入到困惑里 而哲学的思考 可以使你波云渐日 挖掘出世界的真相 从而更加从容淡定地 度过这一生 中国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我想哲学教会你的或许就是捕鱼的方法 能从根本上给你思维的指导 所以哲学离你遥远吗 其实哲学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都息息相关 苏格拉底曾说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康德说 有两种东西 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 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旌旗和敬畏 就会日新月异 不断增长 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 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尼采说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海德格尔说 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时 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 加缪说 重要的不是治愈 而是带着病痛 活下去 我想哲学绝不是高谈阔论 哲学关乎的话题 就是实实在在的人生遇到的各类问题 只不过哲学用一种深邃的方式 将各种问题的本质予以解释 哲学是人类最高级的一种智慧 受过哲学训练的人 看待这个世界时 也会多一些包容之心 今天特别向大家推荐我的 哲学一百问 希望哲学的光芒能带你前行 希望哲学的智慧能给你慰藉 愿你做一个温和 果感 淡定 而从容的 性情中人 不要忘记来订购这两本 写给每一个普通大众的 哲学启蒙读物 我真诚地向大家推荐 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的收获 我是书杰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守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